你是一个特别抠门的人 而且你知道他一收完抠门之后 全部人 对对对对 真的假的 这个事情大家是共识啊 对 那大哥你先讲一下 我跟他在初中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这孩子记了钱都没花 这么有钱还这么抠门吗 3月15日明星邓伦偷逃税 被处罚并追缴1.06元 引起网友热议不禁感叹 我都快不认识意义这个字了 明星咋这么有钱 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邓伦如此有钱还欠钱不还 早前在某个节目中 他的同学说从高中认识到现在 邓伦借他的钱一次也没有还过 其余九个人也表示赞同 看来邓伦抠门的形象是深入人心 内鱼完了嘛 然后就是 内鱼完 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吹干以后 大家可以看 内鱼不会玩的 内鱼怎么会玩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